第119回 假投降巧技成虚化 在寿善一样化葫芦 却说中会 请将为记忆 守瞪爱之策 为曰 可先令监军未冠受爱 爱若杀冠 反情实意 将军却起兵讨之 可也 会大喜 遂令未冠因数十人入成都 收邓爱父子 冠收下人 指之曰 此时钟司徒 令邓征熙杀将军 一正反情也 切不可行 冠曰 无字有记 遂先发席文 二三十道 其席曰 奉赵收爱 其余各无所问 若早来归 绝赏如先 敢有不出者 灭三族 随被剑车两圣 行夜望成都而来 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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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笔鸣 笔笔鸣 爱不将见习文者 笔笔 tumb 由照下 欧里 灾 笔 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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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邓爱父子已被赴,会以边踏邓爱之手而骂约。 养独小儿何敢如此? 将为义骂约。 匹父行贤侥幸,亦有今日也。 爱义大骂,会将爱父子送赴洛阳。 会入成都,尽得邓爱军马,微生大振,乃未将违约。 无今日方趁平生之愿矣。 违约。 西韩信不听快通之说,而有未央功之祸。 大夫崇不从范里与五湖,祖福建而死。 思二子者,其功名岂不赫然在,徒已厉害未明,而见机之不早也。 今供大勋已旧,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绝技,等峨眉之灵,而从赤松子游乎。 会校约,君言差矣,无年未四巡,方似进取,岂能便效此退闲之事。 违约。 若不退闲,当早图良策,此则民工智利所能,无烦劳夫之言矣。 会府长大笑约。 博悦之无心也。 二人自此每日商议大事,唯密语后竹书约。 王陛下认数日之辱,唯将是社稷,唯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必不时汉事终灭也。 却说中会,正与将为谋反,呼报司马昭,有书道。 会结书,书中言。 吴孔司徒收爱不下,自屯兵于长安,相见在尽,以此先报。 会大经约。 吴兵多爱数倍,若但要我勤爱,尽功之无独能伴之。 今日自引兵来,是疑我也。 遂与将为祭义,为约。 君仪臣则臣必死,其不见邓爱护。 会约。 无意决意,事成则得天下,不成则退西蜀,义不事作刘备也。 唯约。 今闻郭太后新王,可诈称太后有遗诈,叫讨司马昭,以正弑君之罪。 据民公之才,中原可席卷而定。 会约。 伯约当作先锋,成事之后,同享富贵。 唯约。 愿孝全马威劳,但恐诸将不服尔。 会约。 来日元宵佳节,与故宫打张灯火,请诸将饮宴,如不从者尽杀之。 唯暗喜,此日,会为二人请诸将饮宴,数询后,会直悲大哭,诸将经问其故,会约。 郭太后临奉,又遗诸在此,为司马昭南却弑君,打逆无道,早晚将篡位,命无讨之,如等各自签名,共成此事。 众接大经,面面相去,会拔剑出窍约。 为令者斩。 众接恐惧,只得相从,话字已毙,会乃困诸将于宫中严兵尽手。 为曰。 我见诸将不服,请坑之。 为曰。 无以令宫中决一坑,只大棒数千,如不从者,打死坑之。 时有心腹将秋剑在侧,见乃护军狐猎,布下旧人也,时狐猎亦被监在宫。 见乃密将中会所言,报之狐猎,猎大经,气高曰。 乌护军狐猎,如可念向日之情,透逸消息,虽死无恨。 见曰。 恩主勿忧,荣某图之。 遂初告会曰。 主公软尖诸将在内,水师不变,可令义人往来传递。 会肃听秋剑之言,遂令秋剑尖临。 会分复曰。 无以重视脱辱,修得泄漏。 见曰。 主公放心,某自由谨言之法。 见,暗令狐猎亲信人入内,猎以密书复其人。 其人持书,或速至胡渊营内,细言其事,呈上密书。 渊大经,遂便是诸营之之,众将大怒,急来渊营,商议曰。 我等虽死,岂肯从反尘也。 冤语。 正月十八日,可昼入内,如此行之。 监军未冠,身袭胡渊之谋。 即整顿了人马,令秋剑传与胡列。 猎豹之诸将,却说中会,请将为问曰。 无夜梦大蛇数千条咬胡,主何吉凶? 唯曰。 猛龙蛇者,借吉庆之赵也。 会喜,信其言,乃未唯曰。 气障以备,仿诸将初问之若何。 唯曰。 此辈皆有不服之心,久必为害,不如承早录之。 会从之,急命将为领武士,往杀众未将。 唯领命,方欲行动,忽然一阵心疼,昏倒在地。 左右扶起,半赏方苏,呼报宫外,人声沸腾。 会方令人叹时,寒声大震,四面八方,无限兵道。 唯替,此必是诸将作恶,可先斩之。 呼报,兵已入内。 会令闭上殿门,使军士上殿屋已瓦及之,互相杀死数十人。 宫外四面活起,外兵,砍开殿门杀入,会自撤箭,力杀数人,却被乱箭射倒。 众将削其手,为拔箭上殿,往来冲突,不幸心疼转家。 唯仰天,大交曰。 无计不成,乃天命也。 遂自吻而死。 十年五十九岁,宫中死者数百人,未冠约。 众军各归营所,以待亡命。 为兵争欲报仇,共剖为父,其胆大如鸡卵。 众将又进取江维家属杀之。 邓爱布下之人,见终会江维已死,遂连夜去追结邓爱。 早有人报之未冠,冠约。 是我卓爱,今若留他,我无葬身之地义。 护军田旭曰。 喜邓爱取江游之时,遇杀旭,得众官告绵,今日当报此恨。 冠大喜,岁浅田旭因五百兵赶至棉竹,正欲邓爱父子放出剑车欲还成都。 爱,直到是本部兵道,不做准备。 欲待问时,被田旭一刀斩之。 邓中,一死于乱军之中,后人有诗,探邓爱曰。 自有能筹化,多谋善用兵。 宁谋之地里,仰面识天文。 马道山根断,兵来石净分,工程深被害,浑绕汉江云。 又有诗,探中会曰。 少年称早会,曾作秘书郎。 妙记青丝马,当时浩子房,寿春多赞话,间隔显阴阳。 不学桃珠尹,游魂,悲故乡。 又有诗,探江为月。 天水夸英郡,梁州蝉产异财。 细从上复出,树凤吾猴来。 大胆英无惧,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汉将犹于哀。 却说江为中会,邓爱已死,张义等,亦死于乱军之中。 太子刘璇,汉寿亭侯官夷,皆被卫兵所杀。 军民大乱,互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寻日后,家冲先至,出榜安民,方室宁静。 刘未冠守成都,乃谦后主,傅洛阳。 只有上书令凡贱,市中张绍,光禄大夫桥州,密书郎戏政等数人跟随。 料化冬爵,皆脱并不起,后皆忧死。 十位经元五年,改为贤西元年,春三月,吴将丁凤,剑蜀以王,遂收兵还吴。 中书成化合,奏吴主孙修曰。 无数乃纯齿也,春王则齿寒,臣料司马昭乏无在计,其陛下身家防御。 修从其言,遂命陆逊子陆康,为镇东大将军,领京周墓,守江口。 左将军孙义,守南徐诸畜爱口,又沿江一带,屯兵数百营,老将丁凤总督之。 以防卫兵,见您太守获益,闻成都不守,素福望兮,大哭三日。 诸将皆曰。 既汉主施位,何不肃祥? 亦弃未曰。 道路隔绝,为之无主,安危若何。 若为主以礼待智,则举城而降,畏为晚也。 万亿微辱无主,则逐辱臣死,何可降乎? 众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阳,探听后主消息去了。 且说后主至洛阳时,司马昭已自回朝,昭则后主曰。 拱荒淫无道,费贤施政,离依诸禄。 后主面如土色,不知所为,文武皆奏曰。 书主既诸国际,性早归祥,一摄之。 招乃风扇,为安乐宫。 次住宅,月计用度,次卷万匹,同币百人。 子刘瑶及群臣,樊剑桥州戏政等,皆封侯爵。 后主谢恩出内。 招因皇后,杜国害民,令武士压出世曹,凌迟处死。 时获益,探听得后主受风,遂帅布下军事来详。 此日,后主亲以司马昭府下拜谢,招设宴款待。 先以卫月,先以卫月,武戏于前,书官赶伤,独后主游喜色。 招令蜀人伴蜀月于前,书官尽皆堕累,后主嬉笑自若。 九智半憨,朝未处将冲替,人之无情,乃至于此,随时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九泉,何况将维护。 乃问后主,乃问后主,乃至于后主起身更衣,细正根治乡下约。 陛下如何答应不思熟也,唐笛再问,可弃而答悦,仙人坟墓冤在蜀地,乃心悉悲,无日不思,进宫必放陛下归属矣。 后主劳记入席,久将危罪,朝又问曰。 颇思熟否,颇思熟否,后主如戏正知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避其目,朝曰。 何乃似戏正语也,后主开幕,惊世曰。 诚如尊明,朝即左右接笑之,朝因此身喜后主诚实,并不疑虑,后人有失,叛曰。 追欢作乐,笑言开,不念威王,半点哀,快乐异乡,望故国,方之后主,是庸才。 却说朝中大臣,因招收穿有功,遂尊之为王,表奏为主曹患。 时患名为天子,时不能主张,正皆由司马氏。 不敢不从,遂封进攻司马昭为晋王,师父司马义为宣王,凶司马师为锦王。 昭妻乃王宿之女,生二子。 张约司马言,人物魁魁魏,立发垂地,两手过兮,聪明英武,胆量过人。 赐约司马忧,情性温和,恭见孝涕,朝甚爱之。 因司马师无子,死忧,以忌其后,朝常曰,天下者,乃无凶之天下也。 于是司马昭受封晋王,欲立忧为世子,山涛见曰。 费长力又,为礼不祥。 甲冲何增,陪秀义,见曰。 长子聪明神武,有超市之才,人望既貌,天表如此,匪人臣之相也。 朝犹豫未决,太魏王翔,司空寻以,见曰。 前代力少,多治乱国,往殿下私之。 招避岁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 大臣奏称。 当年乡武县,天将一人,身长二丈鱼,脚济长三尺二寸,白发苍然,着单黄衣,裹黄金,朱犁头杖。 自称曰,无奈民王也,今来暴辱,天下宦主,历见太平。 如此在世游行三日,忽然不见。 此乃殿下之锐也,殿下可待十二流冠冕,见天子荆旗,出井入壁,乘金跟车,背六马,礼王妃为王后,礼世子为太子。 朝心中暗息,回到宫中,正欲饮时,忽众风不语。 此日病危,太魏王翔,司徒何增,司马寻矣,挤诸大臣,入宫问安。 朝不能言,以守,指太子司马炎而死。 十八月新某日也,何增曰,天下大事皆在晋王,可立太子为晋王,然后寄葬。 时日,司马炎即晋王位,封何增为晋丞相,司马望为司徒,石包为票纪将军,陈谦为车纪将军,世父为文王。 安葬已毙,言赵家冲陪秀,入宫问曹操曾云,若天命在无,无其为周文王乎,国有此事否? 重语。 曹语。 曹语受汉禄,恐人议论窜逆之名,故出此言,乃名叫曹批为天子也。 言语。 故父王,彼曹操何如? 重语。 曹遂宫盖华夏,夏民为其威而不怀其德,子批祭业,差矣甚重,东西驱驰未有凝碎。 后我宣王锦王,累厉大功,不恩施德,天下归心久矣。 文王并吞西蜀,功盖还语,有其操之可庇护。 言语。 曹丕上捅汉少,孤其不可,少未捅也。 甲冲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 殿下正当法曹匹少汉故事,付诸寿善谈,布告天下,以及大卫。 言大喜,此日待见入内,此时,为主曹患连日不曾涉朝,心神恍惚,举止失措。 言直入后宫,患荒夏御踏而迎,言作弊,问曰。 卫之天下,谁知立也。 换曰。 解晋王父祖之刺耳。 言孝曰。 吴官陛下,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何不让有才德者主之。 唤大经,口尽不能言,朋友皇门侍郎章杰大贺曰。 晋王之言差矣,昔日为吴祖皇帝,东荡西楚,南征北讨,非容易得此天下。 今天子有德无罪,何故让与人也。 言大怒曰。 此设计乃大汉之设计也。 曹操邪天子以令诸侯,自立魏王,篡夺汉事。 吴祖父三世辅慰,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使司马氏之力也。 此害贤之,吴今日,岂不堪少位之天下乎。 结又曰。 欲行此事,是窜国之贼也。 言大怒曰。 无与汉家报仇,有何不可? 赤武士,将张杰乱瓜打死于殿下。 患气泪贵告,言启身下殿而去。 患,为家冲陪秀曰。 是以吉矣,如之奈何。 重曰。 天树尽已,陛下不可逆天。 当照汉献帝故事,重修寿善台。 举大礼,善未与晋王。 上和天心,下顺民情。 陛下可保无余矣。 唤从之,遂令甲冲住寿善谈。 以十二月甲子日,唤亲捧传国喜,立于坛上大会文武。 后人有诗,唤曰。 未吞汉事,尽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章节可怜,中国死,一拳怎杖。 太山高。 请尽王司马炎登坛,授予大礼。 唤下坛,举功符,立于扳手。 严端坐于坛上,甲冲培秀列于左右,执剑,令曹焕,再拜伏地听命。 重曹,自汉晋安二十五年,未受汉善。 一经四十五年已,尽天路永终,天命在尽。 司马氏功德弥隆,集天祭地,可集皇帝政卫,以少卫统。 封入为陈流王,出救金庸城居治。 当时启程,非宣赵不许入京。 唤弃谢而去。 太父司马弗,枯败于唤前曰。 陈身为卫尘,终不备为也。 严见福如此,封福为安平王,福不寿而退。 至日,文武百官再拜于坛下,山呼万岁。 严少未统,国号大尽,改元为太史元年,大赦天下。 卫封,封国归魔,封国归魔,如卫王,尘流宗记,四山阳。 重行寿善,台前世,回首当年,只自伤。 进帝司马炎,追逝司马懿为宣帝。 伯父司马师为景帝,赴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庙,以光祖宗。 那七庙,汉征西将军司马军,军生御章太守司马亮,亮生英川太守司马郡,军生经兆尹司马房,房生宣帝司马懿。 一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示为七庙也。 大事已定,大事已定,每日社朝,即义伐吾之策。 正是,汉家成国,已非旧,吾国江山,江复庚。 为之怎生伐吾,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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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